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科学杂刊栏目的朋友们 在此祝大家春节快乐 有很多朋友留言声称 他们曾目击过不明飞行物 但因为都是偶然发生的 以及过去手机还没有普及 所以并没有留下相关照片和视频 朋友们 如果往后你有任何不明飞行物和未解之谜的信息 请记得分享给我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关注度比较高的几个不明飞行物的视频 第八个来自国际空间站的奇怪光束 2016年美国宇航局国际空间站 在视频网站上进行现场直播时 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不明物体 它似乎正在进入大气层 紧接着视频画面就被突然中断了 这十分可疑 随后美国宇航局对外声称 直播画面中断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而拍到这个物体 只不过是一个太空碎片或某种来自远方的光 可能也只是一个被丢弃的退休通信组件 但是在另外位置的摄像头上 很明显的发现 有一个类似的不明飞行物体 似乎正在离开地球 随后还出现了一束金色的光束 一些专业人士声称 这可能是一次不明飞行物事件 他们提到了2020年时 在国际空间站拍到的另一个类似的不明物体 他也是直愣愣的往上方飞去 这究竟是什么呢 第七个 天空中奇怪的闪光点 1991年9月12号 美国宇航局NASA的发现号航天飞机 正在执行任务 然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 是来自9月15号的拍摄画面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明亮的小光点正在闪烁 但同样的 它们也似乎在地球的轨道上进行移动 根据美国宇航局的说法 这些光点都是太空中的冰粒子 而航天飞机是喷气式发动机 而这可能造成冰粒子的移动 然而 这并不是唯一发生的一次 还有多次类似的事件 NASA仍然也没有合理的解释 一切还需要深入证实 第六个 来自新西兰的神秘光球 1978年12月21号 一架货机的机组人员发现 在飞机的周围 突然发现了一个房子大小的巨大光球 光球持续闪烁 并长达数分钟 机组人员完全没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于是通报了上级单位 但是这起事件后来被列为机密 在多年以后 新西兰空军根据信息公开法 公布了一些相关文件 其中涵盖了一次 1954年交通管制的专家们 在惠灵顿空中追踪神秘灯光的事件 另外 还有一名澳大利亚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展示了在飞机起飞后不久 拍到的巨大发光球体的镜头 新西兰国防部对这些事件提供了其中解释 包括船只 汽车 或金星发出的光 但是 这些解释并不能让众人信服 到目前为止 这些光球仍然还处于谜团之中 第五个 来自凤凰城的微型光 凤凰城之光是一个比较著名的集体目击不明飞行物事件 事发地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据不完全统计 有七千多名目击者目睹了该事件 1997年3月13号那天 凤凰城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未知身份的不明微型编队 有很多目击者声称看到有统一排列的五个圆形灯光正漂浮在夜空中 该不明飞行物事件从下午三点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 尽管有大量的照片视频和目击者的描述 但美国空军仍把灯归为军事照明弹 因此遭到大多数目击者的反对 甚至当时亚利桑那州州长法夫·西明顿也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东西 他声称这个东西就像一艘巨大的飞船 在凤凰城上空发现的异常现象至今没有合理的解释 它究竟是什么呢 第四个 智利海军拍摄到神秘飞行物 在2017年时 智利政府曾公布了一个在2014年拍到的神秘飞行物体的视频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不明飞行物 但从视频中很难看出它的形状 这段视频是一个飞行员的直升机上的监控所拍到的 因无法给出合理解释 而被列为机密长达三年时间 据资料描述 飞行员当时并没有到接触这个东西 他就像某个跟随他移动的东西 然而更奇怪的是 这个东西并没有在空中交通管制的雷达上显示出来 只是通过红外跟踪设备 检测到他曾有两次喷出过某种带有热量的液体或气体 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个极大的雨流跟随在他后面 这个不明飞行物是最神秘的 因为他似乎正在向天空中释放一种未知的物质 他究竟是在干什么 科学家们对此一筹莫展 只能把这起事件归为未解之谜 第三个 墨西哥囚状不明飞行物 在2004年3月5号 墨西哥空军在3500米的南坎佩切州高空中 通过红外摄像机拍摄到了一系列奇怪的不明飞行物 他们好似排列整齐并往同一个方向飞去 空军立马派飞机前去追踪查看 然而最终没有找到他们 似乎突然就消失了 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些照明弹的作用 也有人认为是球状闪电或者陨石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看上去有组织的不明飞行物 似乎并不像是自然条件下能出现的 当时的红外线设备操作员 马里奥·阿德里安·瓦斯·奎兹中尉 确信他们是真实存在的 而马格达·莱纳·卡斯顿·杨少校 甚至暗示这些东西 似乎知道有人正在追踪他们 第二个 阿瓜迪亚机场事件 2013年4月 波多黎各·阿瓜迪亚的 拉费尔·埃尔南德斯机场 拍摄到了一个未知的不明飞行物 它正在飞速前进 期间还有多次似乎还前进了水下 在多次的过程当中 这个物体似乎一分为二 根据相关人士声称 这个视频本来是美国安全部试图保密的内容 然而最终还是被一个告密者泄露了出来 并将其上传到了网上 关于这起事件也有许多种猜测 但都没有合理的科学解释 第一个 海军飞行员拍到的不明飞行物 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海军飞行员拍到的三个视频 这些视频早些年被列为机密 在2020年时 他们才正式将其发布出来 第一个视频拍摄于2015年1月 由一架F-18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在美国东海岸拍到 可以看到这个物体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们使用红外雷达再对其进行多次瞄准 才将它完全给锁定住 第二个视频与它有点类似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白色的物体 正在空中进行奇怪的位移 据说那天晴天万里没有风 虽然一些人坚持认为这只是某种进行随机移动的物体 但他们的速度也太令人吃惊了吧 最后一个视频是在2004年11月14号的圣地亚哥海岸线附近拍摄的 也是由大黄蜂号战斗机拍到的 然而最奇怪的地方在于 当时的画面明明将这个物体给锁定了 它却突然向左移动了一接 就像某种瞬间移动一番 紧接着没多久它便消失了 指挥官大卫弗拉默也无法解释它是什么 它只是说它从未见过那样的加速 而且好像是在没有推进系统 没有记忆的情况下完成的 这十分异常 朋友们你们怎么认为 你们是否有什么离奇的经历 请在评论中分享出来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帮忙点赞加关注和评论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